美国与古巴两国代表16号在古巴首都哈瓦那签署民航协议 支持两国自冷战时期的50多年以来首度恢复定期商业航班 更多的新闻内容请继续留意晚上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欢迎回来 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的新闻消息 震惊中美的小留学生霸凌案的三名被告 霍云瑶 杨宇涵 张新磊 17日上午正式被宣判 分别获刑6年至13年不等 花季年华将在牢狱中度过 三人复刑期满后会被驱逐出美国 三名被告都向法官请求在南加州复刑 以及进入囚犯消防营 消防营没有高压电网和水泥高墙 家人的探视比较方便 但法官表示 法庭没有权利去满足这两个要求 将会把被告的意愿转至加州惩戒署 杨宇涵被告律师表示 三名被告属于重罪 很可能去戒备森严 鱼龙混杂的州立监狱服刑 美国地质刊测局16日下午发布的信息说 加州东部山区发生5.3级地震 后修正为4.8级 广泛地区有强烈震感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时04分 震中位于银约郡大松树西北10公里处 在幽山米地国家公园东南 死芒谷国家公园西北的交界处 许多民众在地质刊测局网站和社交网站推特 发文称自己感受到了迅速而强烈的震动与摇晃 包括州政府所在地沙加缅因市 中部大城市弗雷斯诺和贝克斯菲尔德等地 英约郡巡警办公室表示 目前没有接到人员受伤或者是财务受损的报告 好了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全美各大平面媒体的新闻消息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于当地时间16日下令 苹果公司必须帮助联邦调查局 打开属于加州圣布纳蒂诺枪击案杀手之一的手机 但苹果CEO库克随后表示 美国政府对iPhone手机的要求是危险的 他表示美国政府想围绕苹果手机加密功能 创建一个后门 并指出政府的要求没有先例 去年12月 28岁的法鲁克和他29岁的妻子马利克 对加州圣布纳蒂诺的一家社会服务机构发起袭击 造成14人死亡 随后两人在同警方枪战中死亡 执法人员随后在他们的汽车上找到一部iPhone手机 联邦法官屏幕16日的裁决 要求苹果公司为联邦调查局提供能够解除手机安全功能 避免在多次解锁不成功时iPhone自动消除数据的配合行动 2月15日清晨 美国加州核桃市发生一起车祸惨案 一名华人男子在晨跑锻炼时被汽车撞死 警方表示 周一早上5点50分左右 赵氏司机驾驶一辆1989年丰田加美轿车 先从背后撞上一名在自行车道上跑步的男子 受害人被撞后 飞起挂在赵氏汽车的引擎盖上 被拖醒一段距离后 汽车最后撞到一户民宅后院的院墙 冲进后院 警方15日晚公布 死者为现年59岁的核桃市居民邵齐 赵氏司机是36岁的Vescovina居民海山马萨奇 周一晚被警方逮捕 保释金为100万美元 警方表示 死者与驾驶互相不认识 但目前情况显示驾驶当时是故意撞人 加拿大每年都有数十名女性的原住民 失踪或者是遭遇谋杀 加拿大当局此前一度认为 受害人数在1200人左右 不过近日的一项报告称 实际人数可能高达4000人 加拿大女性地位部长哈伊杜 16日援引加拿大土著妇女协会的一份研究报告称 在1980年至2012年间 总共大约有4000名原住民女性失踪或者是被杀 加拿大政府承认 此前低估了受害人数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曾许下诺言 要把此事当成新政府的头等药物来抓 对此类事件展开调查 特鲁多还表示会增加拨款 扶持有关项目 并且重新审议原住民的有关法律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快讯的全部内容 详细的新闻请继续收看晚间播出的凤凰美洲新闻 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美洲资讯 欢迎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pstv.us进行订阅 我是一一不要走开 接下来继续为您带来放点微博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